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有规律 但是你以后你还要治愈一下 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 就是这个很重要 还有饮食 还有睡眠 这个是小圆 叫做圆群壁 他的家里居住在贵州省天居县 还是名乡村医生 对 就是县城里面 对 贵州省天居县的一个 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医生 但是2009年12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独人是大巨穴 大巨穴 大巨穴的巨穴 当时的巨穴情况比较重 大概是三千血 巨穴一公的当时他的情况 我后面强行症的他就有情况 他是死血的时候 当时就应该是在天居县的医院 抢救治疗 治疗以后呢 当时边治疗边抢救边治疗边检查 检查的结果去了以后呢 医院错误真的是公警癌晚期 好 他自己呢还有一点不相信 还有一点也恐惧也不相信 跟着的情况稍微好了 一点点的跟着去到贵州省 里面地医院 对 贵州省地医院进行复查 重新复查 查局了以后呢 还是这个毛病 公警癌晚期 当时他就以前 因为他也想原来以前也跟我也熟悉 当时他就打电话问我 他说相应生怎么办 我现在自己得了公警癌 我说那你第一个呢 你去把心情放好不要怕 得这个病的人呢现在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我当时他问了我 让我给他一个建议 我说你在贵阳治疗呢 但是呢 你就只能够接受西医治疗 但是在贵阳确诊以后呢 他医院给他的结果呢 已经不能够手续了 不能手续了 那就只能够方法了 所以他就当时采大了我的意见 我说你不能够在贵阳治疗 你去到贵阳过来 我们贵阳在这方面呢 还是有条件呢 不会比你贵阳差 而且你到贵阳来以后 你去同时可以给你开中药 进行中医治疗 我说我在中医啊 治疗癌症这一方面呢 特别是公共癌这方面呢 其实疗效还是挺好 以前的 不是说治疗的很高 但是效果很好 基本上能够打得 控制这个病情啊 延缓生命啊 感情痛苦啊 当时他就采大了我的意见 来了以后 大概是中学嘛 上学哦 对 上学来了以后 当时我看了他的情况 当时等我诊所里 看这个毛病的时候 我们那个脸色啊 比较防徽 人呐 十学性的 大学学以后啊 脸色啊 七色相当不好的 所以 当时我去见你他的 我说你 那你就最好就 我给你开中药 去到中方红视自肺 回击医院 进行医院治疗 病情呢 我随时根据你的病情呢 这个情况呢 进行辨证试治啊 给你用药 你大概的 你先要治三个月 当时他也相信我 也相信我的 反正是 医院已经给他 已经下了诊断讯了 他说你这个毛病 最多只活三个月 对 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希望了 所以也就 也就把这个 最大的希望呢 放在这个 放在中医这一块了 但是我当时还给他提了个建议 我说你的能够做方法疗呢 我说你 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呢 做过一次到两次 那边在 边放发疗 同时呢 又在这个放发疗期间呢 吃中药 这样呢可能效果要更好一点 对控制工情呢 这个的 描效来讲呢 确实也好些 但是通过 今天我们是 五年以后了 五年半以后了 可以 回返这个小园 我看到你现在的情况呢 已经是 基本上达到了康复的 这个 基本上算 比较 完全 经常康复了 从身体啊 恐怖机能啊 现在都能够正常的工作 生活 身上没有任何的 什么情况 但是小园这个病情呢 他在 第三年的时候 我记得 我要他在 2011年 对啊 大概是2011年嘛 那个时候呢 我约他去做了病理切片 那一次病理切片以后呢 在他的身上啊 已经找不到癌细胞了 所以 我认为中医啊 才指的 这个工进来 这个方面 从小园这个例子来讲 它是我指的 工进来啊 这个 藩子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还有好多的 以前 有 杨丽拉呀 蒋燕我啊 还有 杨丽拉呀 现在 活得比较好的 生活比较有 病情 完全经常康复的 这些情况呢 都很好 我在指的 这个固定癌方面 存活时间 最长的 有一个 叫做杨丽拉呀 还有一个 夏泽妹 这两个病人啊 现在有十年了 关工进来十年了 现在情况多病 总的来讲呢 像小园啊 这些病友啊 到这个中方 红石思飞国际医院啊 通过中医的治疗啊 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像我们这个团队啊 我们中方中医院这个团队啊 曾经研究这个肿瘤啊 这方面呢 还是取得了一些可惜的 比较可惜的成果 给广大的范子啊 带来了福音 所以我们呢 还要继续的努力 把这个工作啊 做得更好 让更多的范子啊 能够来到我们中方中医 中方红石思飞国际医院啊 来享受我们这个健康 无痛苦的治疗 这个是我要想 想告诉大家的 我在这里我非常感谢 项医师 感谢中方红石思国际医院 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通过我本人可以 向全社会的人 都在见证我们的中医 为弘扬中医文化为国争光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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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